那麼多年來,你認為最深刻的一件事,在你腦裡最深刻的一件事,令你最有迴響,最感動的,有甚麼事? 我想多年來,我由1985年選區議員,1991年開始立法會,多年立法局,暫暫到26年, 最深刻的一刻,就是1997年跟李柱銘,一群議員,因為回歸,我們被迫下車, 在當年立法局的平台,跟五千群眾道別,當時說明我們不會因為強權, 和這個不合理的臨立會的成立,我們就會扭曲自己的議員, 和屈服,毅然下車,說明一定會重返立法會,所以我覺得從政最重要的是, 不要因為自己本身的利益,不要因為自己本身的一些身份和地位的問題, 就很容易地妥協和屈服這個強權,我想過一刹那對我來說是感受很深的。